爬楼梯 她站不住脚 大傻想了个好办法 她把电锯缠在腰上 然后就顺利地爬了上去 别着急 一会儿我们看她是走飞的 刚上去 大傻就差点帮二傻做了脑科手术 二傻也很礼貌 兄弟之间自然得一礼相待 二傻惊呆了 电锯都给她准飞了 转头她就抡起了大棒棒 看看是你的头铁还是我的棒子 修女刚爬起来准备找他们理论 结果一口大钟又落了下 直接把修女砸成了残血 三兄弟看闯了大火 着急着想下楼救人 可是梯子被大傻弄坏了呀 然后两兄弟就飞了下去 给残血的修女补了一波伤害 眼看大傻也即将起飞 为了避免砸到修女 兄弟俩赶紧把修女拉开 结果光滩一下 又给修女的脑壳开了瓢 紧接着大傻成功起飞 直接KO了修女 三兄弟一看人没救了 不跑还等啥呢 这边一个神父正在修缮房屋 梯子意外地被路过的三傻碰到了 导致神父摔在了三个修女身上 三傻回头一看 竟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 冲上去对着神父就是一顿胖揍 又使出了多年薅羊毛手法 最后还让大傻来了几次泰山压力 要不是院长及时出来阻止 神父估计就建上帝去了 三傻听院长说神父是上面派下来 错以为是来领养他们的 连忙脱掉外套 表演起了他们的绝活 神父脸都气歪了 上去就赏了三人一个连环大佐 随后神父叫来了孤儿院所有的孩子 当着大家宣布了一个坏消息 孤儿院即将倒闭 除非有人能援助一百万美刀 三兄弟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 对这里感情深厚 自然要挺身而出 他们骑上心爱的自行车 并系好了安全带 之所以系安全带 是因为他们想搭顺风车 到了俄城 三傻为了凑齐一百万 当街表演起了他们的绝活 地板驴打滚 看似拙劣的表演 却引起了楼上两人的注意 恶毒的女人想找人暗杀自己老公 为了继承她的亿万家产 和情人双宿双飞 他们找到了三个傻子 倒霉哥冒充脆花老公 谎称自己身患重敌 现在急需解决痛苦 只要三人能在深夜里 悄悄干掉自己 完成任务后 就能获得一百万能 三傻一听就乐了 这么简单根本不需要等到晚上 然后大傻一个肉弹冲击 就把倒霉哥点 可怜的倒霉哥 晕倒在斑马县 还被小朋友捕忘 随后一只天外飞剑 还扎在他的大腿上 但倒霉哥命运了 还是在医生的救治下活了下 三傻抱着好人做到底的心态 靠着一身变装束 混进了医院里 倒霉哥一看三人来了 赶紧使出了从王宝和大师那边学来的缩补工 可三傻也早有准备 拿出一个大鞭炮 点燃后就丢进了石膏里面 石膏板都给炸飞起来一米糕 但倒霉哥命啊 这都没炸死他 于是二傻拿着枕头捂了上去 可这时护士也带着佛波勒赶到 三人一路逃到了天台上 本想利用消防水管光速下楼的 可万万没想到啊 楼倒是光速下楼 只不过是自由落体 不过好在先是帐篷挡了一手 又有一个路人垫背 三傻才平安无恙 可三傻抬头一看 垫背的路人竟是当年孤儿院的同学小黄毛 更巧的是 小黄毛就是翠花的真老公 翠花当时就慌了 第二天就联系了倒霉哥 准备先干掉三傻再说 而三傻那边正忙着搞钱呢 听说种什么都什么 于是三兄弟就种了满地的鱼 顶着三十度大太阳 鱼都晒成了臭鱼干 我就纳闷了 这脑回路为啥你们不中钱呢 这时佛波勒恰好追到此处 吓得三兄弟赶忙逃跑 不巧的是 他们跑到了一个死胡同里 但幸运的是 他们还有大傻这个 三傻一进屋 就开始互相数落对方的不是 最后两人丢下二傻就走了 可意外也来得很突然 原来这里是脱口秀海选献者 二傻的发言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导演当即就要花重金签下他 而另一边 倒霉哥也跟踪大傻和小傻到了动物园 准备在这里干掉他们 女人用脸垫着男人进动物园搞暗杀 可让男人没想到的是 一回头就是一只大猫咪在等他 搞半天进错地方了 眼瞅着拉西就要拉在裤裆里 还好链子不够长 大猫咪没能伤到倒霉哥 但倒霉哥这个人吧 就是有点范姐 反手就给了大猫咪一额巴 还故意挽起了拳击闪躲 我又跳出来了 打我啊笨蛋 不过倒霉哥这个称呼吧 也不是我乱给他起的外号 就在他嗨皮的不行的时候 大傻那边给海豚喂了一颗花生米 好巧不巧地堵住了海豚 然后大傻就跳到了水里 给海豚做起了急救 接着这颗花生米就被蹦了中 像是开了锁头一样 直接击中了大猫咪的命 你以为倒霉哥凉了吗 可惜并没有 他命是真的赢 他和翠花来到了小黄毛的家宴上 想要在这里干掉小黄毛 但三傻怎么会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他们便装混进了宴会现场 可小傻看到满屋的山珍海味 管制伤的CPU再次下行 立刻就开始干起了饭 大傻也把气球交给小朋友保衡 加入了干饭行列 我替他对小朋友说句sorry 二傻一看小傻这家伙要坏事 拿着一只奥龙就装进了他的女龙 疼得小傻直接起床 经过三傻的一顿闹腾后 宴会也被搅黄得差不多了 随后他们找到小黄毛 把翠花和倒霉哥的事全说了出来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倒霉哥和翠花也来 举着手枪就要请他们去西天取经 关键时刻 小黄毛的养父突然杀出 几人还以为得救了 可万万没想到 养父和翠花竟然有一头 他才是最后的黄犬 原来在小黄毛的养母过世后 家里的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小黄毛 而入坠的养父一分钱没有拿到 这让他心生恨意 所以就搞了这一处堂王捕蝉 打算把众人全部拉到郊外干个 这时大傻依依不舍地 从衣服兜里掏出了宠物杰瑞 准备和他告别人生 这一出吓得前排三人哭天叫地 一个飘逸过弯 直接把车干进了湖里 几人在汽车仅存的空间里 大口呼吸着氧气 本来氧气已经够少了 大傻又给空气加了点力 我估计PM2.5是超标了 然后二傻拿出一根火牌 对着大傻的鼻子轻轻一擦 一个屁的威力 完全赶上了小型天体 不过还好几人算是获救了 这时佛波勒也赶到现场 带走了养父和倒霉哥几人 眼瞅着搞钱失败 三傻也只能空手回到了孤儿院 但结果却很意外 孤儿院里热闹非凡 根本不像要倒闭的样子 原来是之前的脱口秀导演 看中了二傻的表演能力 不但出钱重修了孤儿院 还为三傻开了一份签约合同 也算是变相让他们有了归宿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虽然很多片段经不起逻辑敲打 但好在角色动作丰富 无厘头片段搞笑动人 在我们繁忙的生活中 看点这样轻松不需要思考的喜剧 也算是给乏味的生活加点料了 关注我 下一部喜剧更精彩